對,我是艾文 這一期愛旅行呢 要帶大家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那為什麼要帶大家來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呢? 因為我已經大概有十多年沒有來到吉隆坡了 從台灣到這邊只要五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這次我們才會選擇來這邊 因為吉隆坡呢,他們也是說華語 所以來這邊其實很方便 因為語言會通 那我們等一下直接在市區見啦 掰掰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抵達了 這一次在吉隆坡要入住的飯店叫 W Hotel 那這個飯店一個晚上是9000塊 那我們會住兩個晚上 OK,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吧 因為房間真的超漂亮的 這邊就是吧台 吧台的部分呢,他有幫我們準備巧克力 然後還有水果 然後還有鳳梨乾啊 還有鳳梨的皮乾小甜點 這一個應該就是飲料吧 烘麥看吧 他有幫我們準備這一些零零種種的東西 我們要來看一下浴室 浴室真的很漂亮耶 你真的會一直想要待在浴室裡面 這邊是一進來就是先看到浴缸 浴缸是這樣子 浴缸是這樣子 很適合在這邊套上一整天的澡 沒有到一整天沒有這麼誇張 它浴缸還蠻漂亮很舒服那種感覺 你浴室的話就是它是長這樣子 比較普通一點的 這邊有他們的墨浴乳洗髮乳 還有熱髮乳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廁所 廁所的部分也很漂亮喔 廁所很大耶 真的很大間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床 床的部分呢 鑽大的雙人床 對 那這是小沙發區 就是它有專門獨立的一個小房間 給人家放的那個行李 基隆坡W Hotel 是在雙子星塔旁邊 我們是在雙子星塔的另外一邊 所以就打開窗戶就沒有看到雙子星塔了 不過我們住的這個房型 是算還蠻漂亮的 不能再多要求什麼的 那我們房間就開箱到這裡囉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出門 要去吃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在下一個地方見囉 所以各位我們今天在基隆坡第一餐 要來吃這間餐廳叫做 它是米其林推薦的餐廳 像這種傳統特色的創立料理 我覺得如果有來到基隆坡的話 是大家可以來品嘗品嘗一下的 而且這間餐廳在基隆坡算是非常有名的喔 它的室內裝潢設計是以植物花費為主 所以你從一進門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整片都是植物的 它的座位的話是非常的寬敞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是說很擁擠啊 那它整間的餐廳我只能說 它是比較偏向於跟馬來西亞的地理環境是相對應的 所以就比較像是熱帶雨雲的感覺 OK那我們現在準備來等我們的餐點上了 我們餐點來了 這是它的飯 紅色的跟這個是藍色的 所以它有色差 所以我現在看的是藍色的 藍紫色那種感覺 這個是主題拼牌 很多就澎湃 超多的耶你看 這不知道是什麼湯 這應該是一定是羊肉啦 因為他們這邊是不能吃豬肉的 所以不可能是什麼豬大骨之類的 這不是牛肉就是羊肉 鸡肉 鸡肉 我現在吃這個好了 有點像沙爹的耶 哎唷! 它的肉好嫩喔 而且它的醬超可怕的 它的那個醬真的是 在台灣是吃不到那種口感耶 它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花生味道好濃超好吃的 沙的沙爹 它這個沙爹醬啊 不管是把它放在飯裡面也好 或者是把它加在那個蒜燒裡面也好 都可以跟他們融合一體耶 超強的 好那我接下來吃這個 旁邊有一個東西 這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是茄子嗎 看起來是怪怪的 它也是炸的 任何東西應該加上那個沙爹的話 應該是好吃的 欸? 烏雷耶 這是烏雷嗎? 這是魚卵啊 好吃 這是QQ的 Q彈Q彈 因為那個沙爹醬太好吃了 所以它會把那個Olan的那個魚醬的味道 蓋掉 這是NC嗎? 這上面那個綠色的菜 它有點類似冷盤的生菜沙拉 上面灑的咖啡生菜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盤我放棄耶 我先來吃看看 因為它的那個醬啊 我覺得有點類似像進階版的 會辣的那種咖哩 大顆耶 我怕喝的 這一道的醬料跟它的肉質 就沒有像串燒那樣 沙爹那樣 這麼的好吃 這麼的耀眼 它的那個醬 沒有這麼的香 它的雞肉的嫩度 好像沒有這麼的嫩 偏偏一點點 對 它肉比較 有一點乾材 乾材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 目前來講 普普通通的喔 這道是招牌 它這道是招牌 太軟啊 但是我不懂得欣賞美食吧 接著呢要吃這一道羊排 我很怕會踩到雷 我剛剛用叉子擦下去的時候 它已經在碎掉了 所以它代表它的那個 肉質是很嫩的 吃看看 有 這道有成功版 要回一層 不錯 但是這羊排好吃 它好香喔 它那個醬好好吃 第一種的那個沙爹 有些羊肉的羊沙味會非常強 很可怕 但是它的還好手手 而且它的醬料 跟它的羊肉的味道 混在一起之後 你會覺得很剛剛好的 真的好吃 喔還有湯我還沒喝 我沒記住 像我這種拍隧道的 真的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來喝一下湯 這是魚湯 魚仔湯 因為湯裡面有魚肉 因為它的魚湯有加一些馬來西蘭的一些香料 所以我們在台灣不會加進去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不會加進去的 它湯湯是好喝的耶 我不曉得 欸它的湯我喜歡耶 現鬼的感 我不知道怎麼是卡到喔 我是說真的我沒有在開玩笑是真的 我是說真的我沒有在開玩笑是真的 我可以把它湯喝完 但是我沒辦法吃它的料 目前我覺得主廚推薦的那個沙爹 我自稱我也是Olan的 然後它有這個羊肉 然後還有那個魚湯 對 目前這三個我是覺得是最好吃的 其實我覺得來旅遊 真的要找這種當地的美食 當地的食物來吃 才是最好吃的 當然你一定會不喜歡 你一定會不習慣 但是你沒吃過什麼不知道呢 因為它這件是米其林推薦的 我覺得價格上一定是會比外面來的高 出許多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總共會吃多少錢 我們只有點1、2、3、4、5 無道菜喔 馬來西亞的一塊 換台灣的6.88塊 就是1.7 我們今天總共吃的是334 334 看到了沒 三天 多不推薦呢 我覺得是可以推薦大家來吃 但不用點太多 沒關係 那如果你們想要來吃的話呢 其實可以上他們的官網 可以定位 那我們Dewon的影片就開箱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囉 晚安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呢在那個馬六甲 我們這個行程是有參加 一日有所謂的包合行程 那我們是在PK Day上面做選方案的 這個方案的話呢是 450塊馬幣 那放上台幣大概是3100塊台幣吧 是從早上10點出發 司機會在指定的飯店門口接您 直接把你們載到目的地 晚上大概8點9點的時候 就會抵達到飯店這樣吃 今天中午選擇在馬六甲吃的餐廳呢 是司機推薦的 它叫我家雞飯 他說這間的海南雞飯還蠻好吃的 那我想說來吃吃看 各位我們的飯已經來了 就是有加雞油的飯 然後把它捲成一顆一顆的 它的雞飯很多 那間你就是點一份就好 然後飯吃雞 這樣兩個人不講比較不會這麼領導 吃看看它的魚丸 很Q耶 好吃看喔 我以為它裡面會包魚漿那種的 結果沒有 它就是一般的魚丸 裡面就是這樣子 但是它還蠻香的喔 這是雞肉 它的雞皮那邊有上一層那個醬 應該是他們特殊的醬料 香香的 雞肉我覺得是還蠻 對我來講我覺得有點乾 如果它硬要挑的話 有點乾乾的 但是它整體來講的話它是好吃 可能我對雞肉的喜好就是 我喜歡它更濕潤一點 吃看看這一個 這種的 啊 跟你說 搭上那個雞肉飯真的超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可以吃 它的飯真的是 為了雞肉而身處的 這家我覺得還不錯吃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見啦 OK哥我們現在已經吃完飯 然後準備 開始逛馬六甲的街道 馬六甲的街道上呢就是 省片古色古香 而且據那個 其實說 其實這邊的那個房子啊 它不能隨便亂更改的 你要動過的話 你就是要政府允許的 因為這邊 隨便一間 可能百年歷史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街道想怎樣 你看 是媽祖妙 是媽祖妙 你看真的都很漂亮喔 這裡 是不是 它每間店都真的還蠻漂亮的 弄得很讚 而且他們只有 外觀啊 表面上就是更改過 拉皮過 但它的那些什麼建築的樓層啊 幾乎都沒有改掉 很少 我現在在這個地區啊 它是唐人街 就是比較多華人在的地方 實際說 如果在農地新年的話呢 這邊其實都是會掛滿所有的燈籠在上面 所以只要有華人的節慶啊 這邊都會非常的熱鬧 來到馬六甲這邊的話 就是一定要來這裡拍照 這邊就有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這邊 華人街 所謂的華人街 就是從這邊開始進去 OK 那我們繼續走吧 就是說這個車子 三輪車就是晚上是整個 整台車都有燈 超酷的 這個到駕場就是 1753年到現在 已經200多年的歷史了 這是叫 維多利亞噴水池 你看 這也是很多人在這邊拍照的景點 一定要拍的 這個司機呢 它是KK在指派的司機 所以呢 他也會來跟我們解釀一下說 這邊的歷史大概講解 雖然當然沒有非常專業 但是他會大概講一下 這教堂真的很多人來這裡拍 我們要進去參觀那個教堂 它這邊是免費參觀的 對 裡面有開放民眾禱告 這個教堂是荷蘭人建的 它對面這邊呢 有一個地方 就是砲台 是葡萄牙人建的 這塊風水堡地呢 有被很多國家殖民過 所以馬六甲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城市 這是雲梯車 100年的雲梯車 超大 超舊的 剛剛就是基於說 正合的雕像裡面那個博物館 它裡面就是展覽一些 葡萄牙的那些刀槍冰棍 就是展覽一些古文物 你要花20塊碼 必然能進去參觀 那可以看到那個正合的正面 所以他覺得這個的話 大概是比較不值得花錢進去看 我們現在看到前面這個藍色的 是馬來西亞的警察局 馬來西亞的警察局呢 就是藍色屋頂的 藍色牆面 很特別 我們現在今天要走上去 那個聖保儒教堂 聖保儒教堂 其實在澳門也有 那這邊的話也是 世界文化遺產 走上來聖保儒教堂之前 會看到前面那邊 那個海 另外就是馬六甲海峽 很重要的海峽喔 走上來有點累 我有點喘 歸牆呼呼呼 OK 那我們上來 就上面這邊聖保儒大教堂 對面呢 是馬六甲海峽嘛 在對岸那邊的話 可能攝影機拍不到 在過去的話 大概沉船45分鐘就可以到印尼了 所以可以搭船過去那邊喝個下午茶 然後再過來 我們就有那位 你當國際要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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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這邊已經快變成廢墟了 所以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 好酷喔 這氧化了 所以它變紅色的 它整天都是用三五屎蓋的 這好酷喔 好那我們要去聖保儒教堂的後面那邊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馬來西亞的國花大紅花 一來馬六甲這邊啊 它這邊的地方其實都是連貫性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這邊 導遊他們都會直接一場串的連在一起 然後帶你們去走 所以你們要穿比較運動風一點 就是吸汗排汗的 比較不會這麼熱 因為我現在已經滿頭大汗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面走吧 這條河就是馬六甲河 這條河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它其實是綠色的 會比較乾淨看起來很漂亮 就是可能陽光底下的這條河 它的顏色是會非常漂亮的 那也可以做這個船渡河 有那個這整條河 那我們這次的行程裡面呢 就沒有要坐這個船 因為你進來這裡面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要自己走路 車子是不能進去那一些古蹟 剛剛我們去的那些景點啊 你都是要靠腳 不然就是要坐那個三輪車 才可以進去喔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看那個海盜船 我沒有看過海盜船 感覺很酷 想說可以去看看 旁邊這邊就是那個飯店 如果有來安排要來馬六甲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來這邊住一個晚上 那如果要來的話 會建議五六日這三天 其中一天來這邊住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馬六甲的夜市 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沒有 剛好沒有排到這邊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這邊多住一天了 那這邊你要一直走一直走 你會一直流汗 所以呢住在這邊的話 一刻可以進去飯店裡面吹冷氣 這樣會比較涼 這個就是海盜船 這個海盜船也蠻久了 但是這個顏色是已經重新塗漆過了 它以前沒有塗 新的油漆上去的時候是更漂亮的 裡面是可以進去 那外面的話就這邊拍就好了 還有來過囉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來 沒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繞過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像你們看不出來 我現在整個衣服都是濕的 手臂也是濕的 內褲也濕的 就很像下完雨那樣子淋濕感 剛喝完冰水完全都沒有什麼感覺 超可怕啊 地方有一個很強的冷氣跟電風扇 超強的 可以把我吹一下嗎 好熱喔 這是馬六甲的街道 那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啦 我們下個地方進啦 這個運河 馬六甲河 真的會有人搭這個船 你看 現在已經有太陽出來 所以拍起來會比較漂亮 這邊一整條全部都是 你看 前面這邊全部都是徒步區 就是可以用走路的 這邊全部都是小商店 這條整得很長 所以我們放棄了 再走回去 我們要去找有冷氣喝飲料的地方 這邊有很多小店 所以可以走走囉 再繼續走吧 OK 我們六甲的行程就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 我現在已經從馬六甲回到飯店了 今天有發生一些小差距就是 整個就很快速的回來 因為就下大雨 客觀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要住在那邊一個晚上是最好的 因為晚上那邊的人潮會比較多 而且它有點燈 加上那邊的古蹟 古建築 我覺得那邊這樣子看下來 會更漂亮更美麗 而且你這樣子晚上在那邊 在那邊晃 會比較舒服一點 會舒服很多啦 不是舒服一點而已 馬六甲那邊的景點是很適合去耶 但是那個時間點就是 一定要選擇在中午過後 不然你會非常的熱 那我們今天晚上 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明天早上繼續行程吧 晚安 還有肉耶 它大骨超大的 你看 好大 看到沒有 很大隻 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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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到 哇 靠腰耶 你哪 倒了 因為我現在整個衣服都是濕掉的 靠腰 整個都淡你了 像你們看不出來 我現在整個衣服都是濕的 手臂也是濕的 整個都淡你了 擋到穿的 穿的穿的穿穿褲也一樣 真的 我現在整個手臂是濕的 內褲也濕的